为了提升市民生活安宁品质 桃源市环保局11月1号修正公告事项 扩大营建工程管制时段 假日晚上6点到10点禁止施工 违反者将依法处薪台币3000元到3万元的罚还 民众肯定这一项新规定 据统计截至10月底 桃源市公害成型的案件总计有13000多件 噪音的成型约为总案件的三分之一 其中营建工程噪音就几乎占了所有噪音成型案件的一半 桃源市环保局将假日晚上6点到10点期间 也列为工程管制时段 非特殊状况禁止施工老民 那我们管制时段有分平日的管制时段 就是从晚上10点以后到隔天早上8点 这个是禁止相关的营建工程的施工行为 那在假日的部分的话 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然后晚上的部分的话 是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8点 民众认为扩大假日即止施工的时间 就不会影响到儿童和年长者的睡眠时间 哦这样可以哦 对因为小朋友也都到家了 然后那个声音就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了 这样都很重要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严格来执行 这个很好 环保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违反公告的行为 可以拨打环保公害成型专线 0800-066-666 或1999市民服务专线检举 还可以市民一个安宁的生活空间